4号下午侯友宜市长来到中和访聊市民活动中心 和93里的里长进行面对面的行动治理座谈 到场除了做到里长们的热烈欢迎 侯友宜也一一发送福袋 同时和里长打招呼 关心里长的身体状况 甚至有里长还拿笔请市长在福袋上签名 瞬间成了偶像签名会 侯友宜表示 行动治理重要的目的在于透过和里长进行座谈 第一时间了解并当面有效回应 解决市民需求 也感谢里长的无私付出 期盼府区能够继续攜手努力 让新北市政做得更好 中和区有很多市民买手关系的议题 包括我们交通的疏导 以及道路整平 还有社会自在的兴建 甚至高跨公园的立美化 以及多元的生活的环境里面 陆平更亮水波工环境卫生 都只需要我们大家携手合作 今天非常谢谢里长们 以及立委议员 大家通力的在这个地方开会 让中和市民所关系的大小事 跟市政的建设 一起能够大幅往前推进 中和区已经完成了两大捷运工程 目前万大县还在赶工当中 对中和交通影响最大 其他重大建设 包括安邦青年社宅 保护总队社宅等等 以及地方环境绿美化的需求 都在这次的行动治理中提出 由市府团队直接回应里长们的问题 会中没有提到的案件 里长们会后仍然可以提供书面资料 由公所会诊后送市府相关单位研议 并尽速给予回应 记者赵世约新北采访报道